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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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像破災就讓你失敗 你一天早就有一個被操都明白 我們是這個心情上的主人 現在四季建造的家園裡瘋狂尊嘆 在全世界上迷爛呼喚 當濃血混雜著流淌在外 蒼雲和蚊子停著肚子掙吊 副手者的牙齒也合起來 當我們會殺這青春的海水 力量和信念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來信念起來 去開創屬於我們的未來 當我們釋放出澎湃的熱血 力量和生命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來信念起來 去開創正義與公義的時代 在醜落的現實中看不到理想 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未來 就如水掌控了我們的腦袋 不再用途式地掌控了我們的腦袋 不再用途式地掙吊熱烈的核彩 不再用途式地掌控了我們的腦袋 力量和信念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 信念起来 去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释放出澎湃热血 理想和生命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 信念起来 去开创正义与公益的时代 力量和信念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 信念起来 去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释放出澎湃热血 理想和生命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 信念起来 去开创正义与公益的时代 参加苏热血 参加苏热血 新闻地交给你 你的手握起来 新闻地交给你 再开创属于我们的深圳地交给你 至今研究中心给我们工友之家 这次机会来香港跟大家交流 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很荣幸 没想到能够来这么好的地方来跟大家交流 而且上午又看到了我们的特首 这确实没有想到的 大家刚才听我们的歌曲 还有刚才两位主持人的介绍 大概知道了一下我们的背景 我们很多人叫农民工或者叫工人 民工 所以说我们作为当事人 其实我们对这个称呼不是特别的满意 我感觉我们不是很喜欢民工或者农民工这个词语 尤其是在内地很多的领域 可能这个称呼甚至是素质差脏乱差 这些词语的代名词 还有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也是已经脱离了土地 真正在城市里成了工人 参加了中国工业化的建设 已经脱离了土地 跟农已经没有关系了 只是中国内地的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的政治身份还是农民的身份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工人了 我们社会属性已经是工人了 而且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个名称呢 因为这个名称背后就是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诉求 因为我们是工人以后 我们就要有我们工人的待遇 工人的福利 我们就要在城市里面 孩子要有教育 受到应有的教育 现在农村的孩子在城市里不能参加高考 还要回到地方去 这有很多这种原因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称呼呢 不光是说字面上的这种介意 而且可能它背后的东西我们更在乎 还有就是我们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年 也就是咱们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三十年 这个三十年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这个三十年也是大量的农民 脱离土地进入城市 变成工人的这种三十年 现在有将近三亿人 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个队伍 所以说我们 我跟刚才唱歌的江国梁 我们两个都是中国北部的 国梁是辽宁省 我是内蒙古 而且我也是蒙古族 我们是在北京已经十几年的时间 我是95年就到北京了 我们在北京 比如我95年到北京的时候 就在餐厅里打工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艺术的理想 比如我来说 因为家里穷嘛 我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出路 我上学上的时间又短 不上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家里没有钱 继续供我们上学 所以我们到了北京以后 在农村又没有出路 我们内蒙和东北是靠天吃饭的 并不能灌溉 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出路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城里 像我个人那个时候 还小十几岁 我就到中央电视台 那个时候我的理想是 参加那个除夕夜的春节晚会 对 我是在95年的时候 我们家那年卖了是1500块钱 一年的收入我卖了1500 我偷了其中的700块钱 然后跑到北京去中央电视台 我说我要上春节晚会 当然结果肯定是上不了楼 但我又不能回家 我知道我回家 肯定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了 就没有 因为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理想 不是很寂寞的平农地生活下去 所以我就留在北京打工 后来几年以后 我就找时间来学习相声表演 在2002年的时候 国梁 孙衡 我们就成立了艺术团 工友之家 那个时候 在200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北京的建筑业是非常多的 准备2008年的奥运会 然后到处都是工地 那个时候的这种 各种劳资结婚也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建筑行业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也知道 我们本身就是工人出身 我们也知道 大家这种工作很累 然后收入又不高 然后城市又不是很接纳我们 我们又不想回农村去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又有很强烈的那种精神的需要 并不光是挣钱 我们还是有很强烈的精神需要 所以我们这些有文艺特长的年轻人 就组织起来 组织了一个演出队 就叫打工青年艺术团 现在叫新工人艺术团 我们认为自己是新的工人 我们不是民工或农民工 我们已经是工人了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艺术团 因为大家的精神很需要这些文艺 我们就去编自己的歌曲 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 编了很多歌曲啊 小品啊 喜剧啊 我们去工地 工厂还有工人聚集的社区 给大家表演 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后来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演出可能只是解决 大家一时的这种快乐 但是不能解决其他的现实问题 比如说工资被拖欠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己学习劳动法 学习劳动法 然后办法律培训班 对 我们就给工人上课 然后遇到这种工资拖欠的话 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劳动局 或者去跟老板谈谈 这是我们开始做的一些事情 虽然很小我感觉 还是很有意义吧 值得去做 因为我们是工人本身自发的一个 并不是其他的团体来帮助我们的 所以这个我感觉是比较有根性的 工人觉醒 因为权力嘛 这不是说谁给的 工人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 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会 会遇到很多实际上的困难 大家又想看书 没有书 我们就去社会上募捐的书籍 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开 开这种图书店 让大家免费借阅 还好就是在03年的时候 香港的乐视会 就开始资助我们 让我们去 半专业化地去做这个事情 演出 还有搞一些社区的工人活动 所以说我本人对香港 就是有很好的感觉 对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香港给我的印象 因为从03年到现在 也是一直都会在支持我们 做很多必要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就在 也自己写歌 然后在03年04年到05年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自己写的歌曲 就出了一张专辑 出了一张专辑 叫《天下同事一家》 这张专辑呢 那年是卖了 等于卖了是 八万五千块钱的版税 我们用这钱 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笔 我们赚了第一笔钱 我们这个团队成立以后 那时候我们就想 这笔钱我们来做什么呢 后来大家商量 因为有谈 就是说大家来分 把这钱分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面临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看这个《地域》里面 有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一共有出了五张专辑 到现在是 当然我们也拍了一些自己的 反映工人的纪录片 还有一些电影 我们自己 也有我们这几个人 自己搞的一些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北京有五十万的流动儿童 就是他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北京去生活工作 他们是经常要流动的 比如今年在这个区 下半年可能要去另一个地方 因为父母的工作流动 他们也要跟着流动 北京有五十万 全国有两千万的这种流动儿童 他们虽然在北京上小学 但是要想参加大学考试的话 还要回到他原来的省份上中学 然后才能考大学 在北京是没有资格考大学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关于下一代的这个打工子弟的教育呢 我们也在探索的时候 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笔钱 这个八万五千块钱的版税 我们建一所自己的学校 当这个事儿后来我们是办成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 我们自己都有一些感觉不敢相信 那个时候钱很少 我们租场地就花了五万块钱 就花了很多 而我们租场地以后 我们就自己建设 我们暑假的时候 我们召集了等于是 有一百多个志愿者 然后参加我们的这个 学校的改造和建设 开始就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建设 我们学校就成立了 开始的时候一百多个孩子 现在我们有五百个孩子 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呢 这个学校呢 不光是他要承担小孩的教育 在晚上还有就是 暑假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办工人的这个夜校 像暑假我们要办工人的这个电脑培训 这些资源我们都是要从社会上去募集 然后这个就是小孩自己拍的一些相片 还有这个画的画 还有就是北京现在就是这些年 内地有很多拆迁的行为 以前北京有三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 现在就二百多所 就是说市里面在城市化的过程 我们也是在边缘化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工人都是在 现在北京分几环 工人是在三环 三环后来扩建 我们就跑到四环 四环又扩盖楼 我们就跑到五环 现在我们已经在六环 六环那个位置 就是说城市化过程 也是我们边缘化的过程 虽然我们是在城里 但是也没有在真正的城里面 生活和工作 因为市里面生活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们就要往外走 孩子呢也要跟着走 很多地方都要拆迁 政府呢现在也在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接纳打工子弟学校 但是它很多的教育还是享受不到 这是孩子自己拍的照片 背后就是高楼起来了 下面这个小学就在上学的 那起来肯定没有多长时间就要拆掉了 小孩还要找新的学校 爸爸妈妈还要换新的地方 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大家看有这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我们作为工人也知道 这个作为 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还是一个阶层也好 我想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 有自己的根 在过去的时候 记录历史的 都是记录王侯将相成功的人 真正创造历史的人 反而没有人记录 一提到长城的话 大家会想到秦始皇 谈到埃及金字塔 会想到胡夫 但是见到这些的人 谁也不会想 谁也不会记着 所以说我们感觉 我们现在的工人 劳动者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我们是有觉悟 有思想的 所以我们要记录自己的文化 作为工人主体 我们就要把自己的文化 自己记录起来 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记录 因为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自己说 我自己是什么样 不需要别人来解释 别人解释的我们也不认同 因为对于我们的一些情况 确实有很多定义 但我们很多是不认同的 对于我们的理解是错误的 定位 所以我们要成立了打工艺术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也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因为它是一个符号性很强的东西 还有我们在社区里面会组织各种的培训 像现在看到女工的权益的培训 还有女工的健康 我们都会做这种培训 还有就是从2002年 一开始我们做艺术团的时候 就有一个危机感 就是我们将来怎么办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艺术团 还有各种培训很好 我们怎么能够长期的做下去 我们怎么来 这个事很好 但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人买单 都要有人出钱 后来乐社会支持我们 我们也是很担心 如果有一天乐社会不支持我们了 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们那时候就有危机感 后来我们就想 能不能自己做一些生意 后来也有很多捐赠的衣服 我们就去把它做义卖店 后来我们知道 在英国的乐社会有700家这种二手的义卖商店 来支持它的工艺事业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事挺好的 后来我们也自己在做 就是来持续做我们的这个二手商店 来募捐来的东西去做义卖 所以说我们现在二手商店有八家 八家家我们也在尝试做其他的 可以来盈利的这个事情 还有我们在这个评估 在北京市的亭谷区区 现在也办了一所成人的一个学校 就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这种工人 意识很强的工人 能够参加到我们工人这种精神文化 包括权益争取上的这些领袖出来 来从事更多的这种工人的社区工作 但是那边刚办起来 条件还不会很成熟 我们每年要在全国招 一百名的这种工人来参加我们的法律培训 和社区教育 来将来更多的人来做我们这种事情 能够把我们工人的权利争取过来 不要像现在这样 条件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的孩子 所以说我们作为工人 我们知道 刚才我也讲了 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 不是富裕的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理想 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们有权利 我们在城市可以能够更有尊严的生活 更有尊严的工作 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理想 一直奋斗到我们的理想实现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这些 谢谢 大家可以一起踏踏踏踏踏 我们坐在城市的平原 曾经留下多少沧桑的脚印 所有的愿望都已成平原 太多寒水也已变得遥远 我们深存在黑色的空间 无名的夜晚只有星星能看见 虽然生命在不断的凋陷 却换来了城市的天空为难 露宝 一蒐园 拉了鸟 如鱼,芸道 Kings China 醉潋 我上次的云冲浏来瘦 museums That's ok 全ests 是的衣服 COM 我们深层在灰色的空间 路边的夜晚只有星星能看见 虽然生命在不断的套歇 昨日来了城市的天空蔚蓝 我们深层在城市的梦想 多少次比较苦的梦想 但愿那些拖廉的希望 都化作成云之后的飞翔 我们用自己的青春 一起这城市的美好明天 我们都要拥抱幻阔的天空 拥抱着生命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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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